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缘分有深又浅 有些缘分注定不能继续走出去 有一种爱 刻骨铭心 却注定无法享受 默默思念一生 念念不忘 有一种爱 注定不会在一起 却爱得很深 你的一切都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回不去 忘不了 漫漫长夜 梦你百千回 有一种感情 叫有缘无分 有一种温暖 叫不在身边 但一直就在心结 明明该忘记 反而不停地想起 有一种爱 曾经多爱 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 这种爱虽然没有结局 却刻骨铭心 明明该放下 心却早已收不回来 爱上一个人很快 忘记一个人却很难 不联系 不代表不想念 不流烈 因为爱过的人 会在心里深深扎下根 我们绕了这么一圈再遇到 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 这么久了 我就决定了 决定了你的手 我忘了都不会放掉 周日逛街 偶然听到了这首歌 久违的熟悉感 让我有再看一遍 恶作剧之文的冲动 都说剧还是老的好看 并不一定是剧情有多好看 而是站在此刻的视角 再去看以前 没能体会到的感受 有种恍然大悟的别样理解 剧里 将之处和远向起 是恩爱甜蜜的小夫妻 剧外 郑元昌与林一辰 是相互搀扶的好知己 剧里剧外 两人狼猜女貌 登队无比 旁观者都看得出来 郑元昌有多爱林一辰 林一辰所有人生中重要的场合 他都排除万难出现在他身边 除了订婚和结婚 林一辰选择在生日当天订婚 所有人都在祝他订婚快乐 只有郑元昌 先祝他生日快乐 再祝他订婚快乐 在他眼里 林一辰本人 永远排在其他事情前面 相比于他和其他人的幸福 他自己是否安好 才是他最惊念的 林一辰的婚礼上 郑元昌以江志树的名义 送去了一百三十亿万四千的礼金 和一段祝福视频 视频最后一句 暴露了他的私心 我想做你孩子的干爹 他把距离江志树对原相亲深圳的爱 延续到了剧外 然而在他婚礼当天 他再也不敢以郑元昌的名义 去表达这份爱 于是他选择了以江志树的名义 给他一生一世的守护 即便此时 他的原相亲已经嫁给了他人 可以这么说 时过境迁 郑元昌不知不觉 成为了江志树 但李一辰 却从来不是距离 只爱江志树的傻姑娘原相亲 他婚后一个月 他更新了动态 喜欢你的人很多 不差我一个 可我喜欢的人很少 只有你一个 有种深爱 叫无法相守 决定念一生 这世上的遗憾 都是比圆满差了那么一点点 好在他们二人 并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不论李一辰对郑元昌 是不是纯粹的有情 我们都清楚 他的心里 始终有江志树的存在 多年以后 在两人同框的综艺里 郑元昌跑座路 与李一辰走散 他急得大喊 直输 那一刻时光流着 听着泪目 这种双向的点念 也让所有人的意难平 多了自慰藉 总算他还是没有忘 可能对于郑元昌来说 比起去拥有他 他下意识地念念 才算是没有辜负 他的以往情深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 醒不来的梦 寻不到的天堂 意不好的痛 点不着的香烟 松不开的手 忘不了的某某某 最近这首歌在网上非常火 许多感情播主 都将它设置为背景音乐 加上一段唯美的文字 完美融合 就像再听一个动人的故事 让人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也正是因为这些故事不够完美 才让人回味悠长 从故之际 我们都喜欢划好月圆的结局 但现实生活里 遗憾总比圆满多得多 闺蜜小雨 最近深陷于一段苦劣 她爱上了一位 比他年长十岁 礼仪带娃的男人 也是同公司的高管 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感情 越来越深厚 她爱上了她的沉稳和才能 爱她的细致和体贴 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 这段爱情 却遭到了她父母的极力反对 先不说年龄差距 离异可不可怕 可怕的是还有个娃 谁愿意自己带自归中的女儿 去当别人的后马 任凭小雨怎么苦苦哀求 哪方态度多么诚恳 女方父母都避而不见 甚至已断绝父母关系被要挟 逼迫女儿跟她分手 最后 男方实在不认女方 一定自己跟父母决裂 毅然而然提出了分手 女方也因此 惊含了父母好久 可是 天底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 常言道 父母不让嫁的人千万不能嫁 婚姻毕竟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小雨现其都爱她 所以铁了心要嫁给她 可是真的嫁了过去 真的有想象中那么好吗 前妻留下的孩子要怎么办 小雨是个单纯善良的小姑娘 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 哪里真的当好别人的后忙呢 到时候面临的 只会是越来越多的挑战 和吃力不讨好 生活也会一地鸡毛 当初的深爱 还能剩下多少 现在果断抽离出去 至少留给彼此的 还是最美好的模样 这世上最稳定的关系 便是没有关系 我爱你 但若是我没有能力 让你过得更好 我宁愿放弃跟你在一起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见多了分手时 死缠烂打的男生 比之成熟男性 考虑周旋后的放手 他们的心智 仿佛就是个三岁孩童 前者只是不甘 后者才是深爱 给你最深沉的爱 是手放开 我愿意在你身后 陪伴你的成长 在你不远处守护着你 但是我不会约束你 强迫你 彼此拥有你 我更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爱一个人 却又不能在一起 与其纠缠 不如这么做 那就是给他自由 让他幸福 再后来 林依晨的新婚生活 越来越甜蜜 郑远长依旧是他 最重要的老友 看着他过得好 也发自内心的开心 而离开了 心爱之人的小宇 也放下了 非要在一起的执念 把全部精力 投入到了工作中 自己也越来越强大 他也依然冲到着 小宇的幕后军事 指导着他前行 看着他一步步 走得更远更顺 所以 不在一起又如何 只要两个人相互安好 各自成长 不是唯一种获得 谁又知道 若干年后 在一起的人 会不会分开 不在一起的 又能不能重逢 拥有也只是暂时的 互相惦记 才能寄惯一生 没有彼此的日子里 希望你我都能 一一生会 文章到这里 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 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 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 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 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 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 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 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 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 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 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 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 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